現在進來西北大將軍 那麼電視劇裡面不是演說 西北大將軍年庚堯帶著他的將軍 回到了北京城了以後呢 皇帝 看來天氣很熱 叫他們把這個盔甲都卸下來 沒人敢 沒人理皇帝 年庚堯一喊 他們每個人都脫 不是這個樣子嗎 剛剛聽了葉元之講了以後 我覺得蠻有趣的就對了 在他所講的 六年多以前的皇國堂 是K你國民黨K的一塌糊塗的 你知道嗎 K的無以復加 現在成了國民黨的心上肉 成為國民黨的寶了 除此之外我覺得 那麼民眾黨即將面臨到 第一波的權力鬥爭 為什麼呢 柯文哲這幾年一直在講 一代一代 有沒有 我剛剛從日本回來 一代不就痛的意思嗎 怎麼 柯文哲一代一代很痛啊 為什麼痛啊 網路流量被取而代之了 柯文哲不見了 連演個舞台劇票都沒有賣完 你知道嗎 演個舞台劇倒垃圾 結果現在垃圾不分藍綠白 很簡單吧 垃圾不分顏色嘛 現在變成這個樣子嘛 才100天而已耶 1月13號369萬票的 柯文哲不見了 黃國昌翻身了 沒有黃國昌沒有館長 柯文哲在哪裡 網路流量沒啦 什麼都沒啦 你知道嗎 連最近照理來講 他應該出來搶戲的 比如說金華城 比如說北式科 比如說之前還有台之光 不是應該他的主場 他的主秀嗎 他不應該出來 噼里啪啦 按照他以前的個性啊 他一定會出來 為什麼 因為最近沒有流量嘛 沒有流量 至少出來噼里啪啦的 講一大堆喔 你們有發現 他們都重點嗎 我告訴你喔 各位 黃國昌流量是不是最大 民眾黨現在他的流量最大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我剛剛講的三大案 黃國昌的臉書 多不胖 對 一句話都不講 你有沒有發現嗎 有人講說 那個時候那是台北市政府的事啊 那時候黃國昌又還沒有加入 是因為這樣嗎 還是因為黃國昌知道 我何必在這個時候去屁這些東西呢 到時候反正爛成一團的時候呢 我黃國昌被民眾黨的明日之心 黃國昌流量 Aww you